美国在今年的11月3号就要举办总统大选了 不过现在疫情仍旧高烧不退 川普他居然又让人意料的抛出了一个震撼弹 他提议应该把大选延后 可是美国现在经济指数非常的惨淡 恐怕没有办法继续支撑川普的选情 更多讨论就在今天的大世界话题会带你一块来看 好我们先来看看川普这回又不安排李出牌了 先前美国疫情是全球最严重的 那年底的美国大选当然就出现了很多变数 所以为了要避免群聚邮寄投票 一度就变成一个替代方案 就是说选票是用寄出去的方式来进行 那第一时间川普非常的反弹 他认为这个方法会带来很多的舞弊 毕竟选民把选票寄出 然后要送到州政府的手中 这段期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因此7月30号他就在推特上 特别的发文说 邮寄投票会成为历史上最不准确 而且最多弊端的美国大选 这可是会让美国蒙羞的 他提议说那不然我们就把这个大选给延后举办 延迟直到人民可以安全的出门投票为止 可是大家要知道 过去美国联邦政府的选举 从来没有一次是延后举办过 就连先前发生世界大战或者是美国之间的这个南北战争 每一次大选都是正常举办 所以川普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其实连党内同志都不挺他 而更重要的是 其实川普他也没有权力延后大选 因为美国宪法有规定 这是国会才能决定 好可是呢就在他说要延后大选几个小时之后 他又改口了 7月31号他说我不想延期 我比任何人都想要赶快选 想要赶快知道结果 好但是美国并不像其他的国家 通常都是在周末 星期六或是星期天举办选举 大家放假嘛 投票率会比较高 反而呢是安排在星期二 那其实你去问美国人 他们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今天就要告诉你他的背景 原来是跟19世纪美国农业社会是有关的 因为呢要去投票必须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可能要一天 那星期天呢大多数的美国人是要上教堂做礼拜 然后周三通常又都会举办农民市集 所以周二似乎就成了一个最适合的日子 还有加上就是说秋季要进行采收 那11月那个时候呢 农务也差不多忙完了 天气也还没有那么冷 所以呢最适合的日子就呼之欲出 在1845年国会就通过了联邦法 大选就定在了每年 每四年的十一月第一个周 第一个周二 那川普其实也没有权限去更改这个时间 因为刚刚有提到了 只有国会才可以更改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想要延期或是改期的话 其实他必须要经过他撕对头 也就是众议院议长裴洛西的同意 否则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会如期举办 最爱用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川普 又有惊人推文 川普提议延后11月3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因为他觉得邮寄投票不可靠 面对提问川普解释 他也不想改期 其实无法相信邮寄投票 但川普根本没有权利更改选举日期 一向天开想要延后选举 不只法律上不可能 议员更是不分朝野 一致表示延后选举没有先例 美国今年爆发疫情 加上黑潮延烧 让川普民调直直落后于拜登 川普执意邮寄投票不公平 为了防疫想要延迟投票 到底是为了全民健康 还是创造新闻带风向影响选战 各界想必自有定见 三菱新闻赖英宏报道 而现在美国大选 其实已经倒数三个月 如果没有疫情 或许川普他可以顺利连任 毕竟在他任内 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半世纪以来的新低 只有3.5% 然后纽约的股票市场更是屡创历史新高 那这个成绩单一开始川普当然很骄傲 但是骄傲没多久 肺炎疫情就让一切都变掉了 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经济停摆 股市暴跌还有失业率揍升 那现在美国经济到底有多糟糕呢 第一季美国家庭财富就减少了5.6% 这是1950年代以来最惨的 再加上因为疫情期间的禁足令 企业停工 民众大多时间都待在家中 也减少了消费 所以第二季的GDP 这个国内生产毛额也萎缩了32.9% 打破记录 而上周甚至还新增了有143万人 这些人都是首次申请失业几步 不过专家很担心 这些人本来是短暂失业 接下来如果疫情未解的话 可能会变成长期失业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连串 虽然都是一些经济上的数字 但是从中可以预测到一些现象 美国的经济研究联合会 在日前公布了美国消费者7月信心指数 结果是从6月的98.3降到了92.6 还比预期的94.5还要低 这个数字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是大选章鱼歌 因为根据统计 只要是大选那一年 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如果是高于100的话 那通常执政党是可以顺利连任 继续执掌白宫 但如果低于100的话 通常就会下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数字是92.6 对于想连任的川普来说 绝对是一大警讯 美国大选倒数计时 但总统川普的连任之路岌岌可危 最大关键在于 美国经济这回出现了 十十级的大衰退 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2020年第二季GDP创下有史以来最惨记录 暴跌32.9% 相比之下2008年进入危机期间 最糟糕的第四季也才下跌8.4% 而原先跌幅最多的1958年第一季 也不过是下降10% 专家分析这和疫情期间 个人消费支出也暴跌34.6%有关 据美国经济研究联合会公布 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从6月的98.3降到了92.6 下滑到2015年的水准 专家分析若在大选当年的7月 这项数据低于110 执政党通常会在大选后下台一局勾 最近的7次就有5次命中 川普续任的态势低迷 从最新民调也能看出一二 美国民众普遍不满川普施政 尤其疫情期间的不景气 造成失业率高达14.7% 以创下80多年来 经济大萧条之后的最高纪录 但人们在 front lines who work in shops, in restaurants front line workers in public transport and so forth have had a terrible time they've become much more vulnerable to the infections which is tragic but also have lost job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round 18 million jobs in the service economy by and large and so there's a huge inequality that has increased 如今全美总动员 无论是国会撒钱 帮助人民渡过难关 还是联总会维持零利率 鼓励大众消费花钱 美国经济惨到不行 最终恐将反映在川普的选情上 三立新闻全都不懂